政府早前发表香港2030家号最终报告 当中一个重点,以市民希望住大点,住好点诉求作估算,发展局随于本季度卖地计划安排,公布于卖地条款首度加入单位面积下限。 香港2030家号最终报告表示,期望人均居住面积增加10%或20%,提升至215或237平方尺。 发展局随于2022年1月至3月的贵度卖地计划中,为将推出的屯门青山公路、大揽断住宅用地, 以及港铁公司00066将军澳百姓各通风大楼项目。 落实加入单位面积下限措施。 屯门将军澳盘落实执行当中屯门地皮提供2020火。 将落实加入单位面积下限为26平方米。 积约280平方尺。 该屯门地皮轮近屯门公路。 地皮面积约36.29万平方尺。 市场估计地积比约3.6倍计。 可见楼面约130万平方尺。 预计项目部分单位可响响海景。 同贵招标的一幅港铁用地也将跟随。 项目将军澳百姓各通风流。 地盘位于超顺路。 与新宝城相隔一条马路。 将发展两栋27层高分层大厦。 住宅楼面积约28.8万平方尺。 提供550火。 亦会采用单位面积下限措施。 长情稍后由港铁公布。 发展局局长黄伟伦指约一切顺利。 会应用有关措施于日后推出的土地。 他提及考虑到2020年6月。 推出官堂安达臣道首置盘的单位实用面积下限约250平方尺。 而屯门用地将用作兴建施宅。 置业阶梯为更高位置。 单位面积应更大。 他逐指,过去五年的施楼。 实用面积少于280平方尺的单位只占13%。 局方解释措施对发展商而言更加清晰。 属公平游戏规则,不认为措施对地价等有影响。 亦不会增加楼标风险。 此外,对于措施会否影响买家入市机会。 黄伟伦回应指,考虑到目前市区住宅尺价3万元以下的选择仍相当多。 采用新措施后,以单位实用面积280平方尺计。 楼价仍低于800万元。 预料首置买家仍可乘做八成至九成按揭。 故未来市民上车选择不会减少。 并强调希望市民住大些。 故认为280平方尺属合理水平。 而280平方尺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官方280平方尺的定义会跟随一手住宅销售条例。 亦即是从围风该物业的围风墙的外部开始量度。 计算内部的间隔及储的面积,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阳台,但不包括围风墙外的任何公用部分。 由于现时一般新楼大部分单位设计,均设一个22平方尺露台,16平方尺工作平台,或将两者合併成38平方尺露台。 即使不扣除长生,实用面积280平方尺的单位。 实际室内空间只有240平方尺左右。 亦即是教沙田第一城实用面积284平方尺两房户更小。 再用最近两个新盘的最小单位作例子比较。 最近在核心地带旺角有新盘推售,位于旺角市由街63号的新盘进汇,由益肇及进和合作发展。 全素市开放式互营,实用面积介乎152至228平方尺。 即使最小一伙差不多是280平方尺的半间屋水平。 如果以新鸿基地产00016发展元朗站上概新盘项目Veoho Hub, 互营由1房至4房单位。 实用面积由317平方尺起计。 即使最小的1伙1房单位。 已高于280平方尺。 梁志堅认为,政府为最小单位面积定立指标。 对香港整体社会有利。 若然未来政府能够增加土地供应。 推售更多住宅用地。 满足市场需求。 相信楼价会健康平稳发展。 有部分发展商为顺应上车客的需求。 推出楼价总价较小的小型单位。 相信措施初期会影响小部分上车客。 普进助理总监、专业产业咨询及估值李俊杰子。 政府曾于2011年推出的首幅限尺盘地皮。 规定当中某个数量单位。 实用面积在介乎370至430平方尺之间。 现在面积下限进一步调低。 为当楼价持续上升。 发展商亦会以市价开售单位。 在入场费不变下。 限尺楼。 豪宅尺价将不能避免。 升资谷案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錦辉亦指出。 近日纳米盘已开始面对限尺的风险。 但尽管有限尺及限贷措施。 纳米楼供应仍会继续。 原因是香港楼余半买家需要聚造八成。 九成等。 如果是新楼。 800万元或以下楼价需求仍很大。 假若新楼是3万元的尺价。 面积必然是纳米盘。 香港置业营运总监及九龙区董事马太阳表示。 过去纳米楼楼价相宜。 成就不小业主的置业梦。 他预料该措施实施后。 新盘楼价低于600万元的单位将会逐渐减少。 未来准买家置业需准备更多资金入市。 故相信纳米楼色微前或掀起一股抢购热潮。 施宅供应量超标于5成2022年首季。 1月至3月,有一幅大型政府住宅官地推出, 加上一铁一局翼角有一幅地皮推出。 令本年度施宅供应约2080伙。 大幅超标约55.7%,属四个年度高位。 除了尚文提及有限赤要求的屯门青山公路大揽断住宅地。 以及将军澳百姓各通风大楼物业发展项目外。 计入本季供应的土瓜环洪福街、启明街及荣光街的四个市区重建项目。 已于2021年12月初折收二项书,并接获31份发展二项。 相信短期内会公布招标安排。 项目料提供约890伙。 市场估值最高约68.5亿元。 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供应方面。 预计本季有五个项目完成所需的地契修订。 合共可兴建约2220伙。 综合各种供应来源。 来季施宅总供应量约5680个单位。 年同2021年4月至12月的财政年度首三季供应。 全年度供应量超过20,000伙。 自18分之20,017年度后。 首次重赏与20,000伙。 创四年新高。 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嘉辉指出。 本财年卖地计划能够超标。 主要依赖私人发展、重建供应。 本财年卖地计划提供约2080个单位中。 私人发展、重建项目超过11,000伙。 即占约57%。 成为各类土地来源之中最多。 反观。 官地供应本财年仅提供约3410伙。 仅占约17%。 单位数目及占比。 创至2011年4月起案季预先公布出售土地计划后 最少。 相信随北部都会区发展。 住宅官地将大幅增加。 有助增加未来供应的稳定性。 避免过分以重私人发展、重建供应。 有助稳定楼市发展。 由于卖地置项目落成衰时。 相信对短期楼市影响有限。 若然未来卖地计划若然能够延续本财年明显超标的话。 料数年后落成量将会明显提升。 中原地产测量师张敬达表示。 由于本财正年度整体私人土地供应已达标。 故下季只推出一幅住宅地皮。 为解决土地不足问题。 政府贯设多管齐下的密地做地方案。 未来两三年内私人土地供应尝算充足。 料可在楼价稳定作用。